在古老的江湖传说中,有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谜团始终悬而未决,传说中,武松,那位以赤手空拳打死凶猛老虎而闻名的英雄,为何在与卢俊义的交手中,不到三个回合就以失败告终?这场战斗背后隐藏的秘密究竟是什么?是武松真的不敌卢俊义,还是另有隐情? 这个悬念围绕在每一个了解这个故事的人心中,等待着揭晓武松的传奇事迹,武松的英明始于景阳刚下的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,那天太阳高悬,烈日炎炎,武松踏上了回乡的路,当他穿过茂密的林间小的。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猛虎,正凶猛地盯着他,武松没有丝毫畏惧,反而展现出了他过人的勇气和决心,他与那只猛虎展开了搏斗,整个景阳刚都似乎为之振动,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交锋,武松最终以惊人的武力打败了猛虎。 这一壮举不仅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,也在梁山好汉中确立了他的地位,武松的勇敢事迹迅速传遍了江湖,在之后的日子里,他在最大蒋门神的事件中再次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战斗技巧,一天深夜,九亿正浓的武松路过蒋门神的府邸,只见府门紧闭,门前站着两个高大的石雕门神,武松最眼朦胧中, 误以为这两尊石雕是欺凌百姓的恶霸,他一声怒吼,挥拳冲向那两尊石雕,拳风呼啸,武松的拳头重重的积在石雕上,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,那两尊本就年久失修的石雕在他强大的力量下开始摇晃,终于轰然倒地,实现飞剑,这一幕被路人目睹,武松的名声因此更加响亮,在大闹飞云谱的事件中,武松的战斗力得到了更近一步。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武松在飞云谱的一间客栈中遭遇了数名歹徒的埋伏,他们手持刀剑,叙事待发,企图将武松一网打尽,然而面对众多敌人,武松丝毫不拒,他迅速拔出随身鞋带的短刀,身形灵动的在敌人中穿梭,刀光闪烁之间,歹徒们纷纷倒下, 这场战斗再次证明了武松不凡的武艺和超群的勇气,这些事件,每一次都是对武松武艺的严峻考验,而他每次都以卓越的表现应对,他的这些英勇行为在江湖中传为佳话,使得他的名声在梁山坡中声望日龙, 卢俊义的威名,在《水浒传》这部古典名著中,卢俊义以其非凡的枪棒功夫著称于世, 被尊称为天下无双,他的武艺不仅获得了宋江的极高评价,也让其他英雄对他敬畏有加,为了让卢俊义加入梁山,宋江巧妙的制定了一系列计划, 卢俊义带着他的随从礼顾前往泰安州经商,他们沿着曲折的山路行进, 不料却在半路上遇到了梁山好汉的埋伏,这是宋江精心策划的一场战斗,旨在展示梁山好汉的实力, 同时也是为了测试卢俊义的武艺,李回首先出现在卢俊义面前,他手持大斧,气势如虹地冲了上来, 卢兄,我李回今日便要试试你的枪棒功夫,李回大声喝道,卢俊义眼中闪过一丝金光,挥舞着他的长枪迎战李回, 两人在山道上交手,战得齐开得胜,枪迎俯光,错综复杂,紧接着鲁智深也加入了战斗, 他挥舞着大棒,力大无穷,卢俊义在应对李回的同时, 也不得不面对鲁智深的强功,他灵活地调整战术,枪法更加犀利,鲁智深挥棒猛击, 卢俊义则以枪奸巧妙地化解,两人的对战充满了技巧与力量的较量, 就在这时,武松悄然加入战团,他身手敏捷,拳脚了得, 直接向卢俊义发起挑战,卢兄,让我也来领教一下你的枪法, 武松边说边挥拳直击,卢俊义旋转长枪,化解了武松的灵力攻势, 两人的战斗更是激烈,接着刘唐和沐红也加入了战斗, 战场上顿时见光如雨,枪影如龙,卢俊义被五位好汉团团围住, 处境看似危急,但他丝毫不乱,枪法从容不迫, 展现出了他深厚的内功和卓越的战斗技巧, 他的枪像是有了生命一样,既能攻击,又能防守, 每一次挥舞都带着风雷之势,武松退败的真相, 在激烈的战斗中,武松和卢俊义的对决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, 两位武功高强的英雄在梁山的山坡上相遇, 旁观者都屏息一待,期待一场精彩绝伦的较量, 武松以其过人的武艺和在江湖中的声名远播, 被众人视为不可轻视的对手, 而卢俊义以其枪棒功夫在江湖中也是赫赫有名, 当两人终于交锋, 所有人都以为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, 战斗开始时,武松和卢俊义各自展示了他们的招牌技能, 武松的拳脚犀利,每一击都带着凌厉的风声, 而卢俊义则以其流畅的枪法回应, 他的枪尖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雅而致命的弧线, 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战斗中, 武松的角色不同于往常, 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胜利, 而是为了执行宋江的特别命令, 引诱卢俊义深入梁山, 这个计划需要武松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战斗, 即在不暴露自己真正实力的同时, 激发卢俊义的追击欲望, 战斗一时, 武松展现出了他标志性的武艺, 他的动作迅猛而准确, 每一拳每一脚都显示出他过人的武功, 然而在与卢俊义交锋的几个回合后, 武松突然改变了战斗策略, 他开始有意放慢攻势, 使自己的动作显得稍微笨拙和疲软, 这种变化使得他看上去似乎在逐渐失去战斗的优势, 在第三个回合中, 武松故意露出破绽, 给卢俊义一个明显的攻击机会, 卢俊义抓住这个机会, 发起了猛烈的攻势, 武松在这一轮攻击中表现出了适当的抵抗, 但很快就做出了败退的姿态, 迅速后撤并逃离战场, 这一撤退看似突然, 但实际上是武松精心计划的一部分, 他在退却的过程中, 故意留下一余追踪的痕迹, 以此吸引卢俊义继续追击, 武松的动作敏捷, 即使在撤退中也能轻松避开追赶者的攻击, 同时确保不会真正受到伤害, 卢俊义见状, 立刻启动追击, 在武松的引导下, 他逐渐深入到梁山的腹地, 武松在前方带路, 巧妙的穿梭于山林间, 同时保持着与卢俊义之间的距离, 引导着他走向一个预设的位置, 此时, 梁山的其他好汉, 已经按照宋江的计划做好了准备, 他们隐藏在山林中, 等待着卢俊义的到来, 武松的撤退不仅是一场战术上的诱导, 更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展示,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败退, 但实际上完全掌控了局面, 随着卢俊义深入梁山, 他渐渐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, 梁山好汉从四面八方涌出, 将卢俊义团团围住, 在这个关键时刻, 武松放慢了步伐, 转身面对卢俊义, 他的表情平静, 动作从容, 卢俊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围困, 他环顾四周, 发现自己被众多梁山好汉包围, 所以宋江从人群中走出, 向卢俊义展示了一个友好却坚定的手势, 示意他不必再战斗, 卢俊义虽然被围困, 却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, 而是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梁山好汉, 宋江开口说话, 他的声音在山谷中回荡, 卢兄, 梁山欢迎您的到来, 我们没有敌意, 只希望您能加入我们, 共同完成伟大的事业, 宋江的话语充满了诚意和邀请的意味, 卢俊义环顾四周, 看着这些面容坚毅的好汉, 他们虽然身处江湖, 但眼中却闪烁着对正义和忠诚的光芒, 卢俊义深吸一口气, 他的眼神透露出对梁山好汉的尊敬, 尽管被诱入这个局, 但卢俊义对梁山好汉的勇气和智慧产生了深深的敬意, 战斗背后的深层意图, 所以综合以上内容, 武松作为一名英勇的战士, 凭借赤手空拳之力, 甚至能击败凶猛的老虎, 其过人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, 然而在梁山好汉之间的鄙视中, 武松仅仅三个回合便败在了卢俊义的手下, 主要还是听命于宋江的吩咐扬拜, 宋江这样做的原因具体有两点, 首先, 我们要明白宋江作为梁山的首领, 具有极高的战略眼光, 在此次比试中, 他命令武松等人不要持久作战, 而是迅速败下阵来, 这是有其深意的, 宋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, 引诱卢俊义进入陷阱, 实施伏击, 这样一来, 既可以检验卢俊义的实力, 又可以确保梁山好汉在战斗中占据优势, 其次, 梁山众人早已听闻卢俊义的威名, 但并未真正领教过他的实力, 通过此次比试, 宋江让梁山好汉亲眼目睹了卢俊义的强大实力, 这无疑增强了梁山众人的信心, 也为日后共同抵御外敌奠定了基础, 同时, 这种方式也有效地掩藏了宋江的真实目的, 防止梁山众人因误解而攻击史文公,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 武松在此次比试中的败北, 也有助于塑造他英勇无畏的形象, 尽管实力强大如武松, 在面对更强对手时, 依然敢于挑战这种精神值得梁山好汉学习, 而武松在败北后, 也并未气馁, 反而更加坚定了提升自己武艺的决心, 这正是梁山好汉团结一心的体现, 综上所述, 武松在三个回合败于卢俊义之手, 并非单纯因为武功弱于对方, 而是因为宋江的战略部署, 以及梁山众人对卢俊义实力的认可, 这场比试, 既展现了梁山好汉的勇气和智慧, 也凸显了他们团结一心, 共进退的精神风貌。